朋友们今天咱们吃兔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这一类的食材 整只兔子的我知道 但是丹麦兔蹄的这我真的是第一次见 而且这个兔蹄呢超级便宜 一斤的话呢只要7块5毛钱 我买了10斤才花了75 这里呢只有5斤左右 我想的是太多了 所以咱们今天就不做那么多 剩下5斤也留到后面给飞哥发挥一下 这了吧你就是兔子的蹄子 很细很细 不过闻着啊超级自信 哎呦我去这一堆兔子你有脚臭啊 还有一个就是看到这堆蹄子呢 我不禁又联想到当年读书的时候 那个鸡兔同龙的问题 龙子里有鸡兔若干只 有72只脚 鸡有三只 问兔子有多少只 那估计镜头面前的学霸啊 可能直接心算一下就大概知道答案了 这个视频的主题很简单 因为猪蹄我们都吃过 羊蹄我们也吃过 但是兔蹄那真是第一回吃 所以今天的视频呢咱们就简简单单 来上一顿麻辣兔蹄 起锅下兔蹄 视频当中啊真的是只能看见画面 不能闻到味道确实太新了 所以要做它还是得下猛料 来吧掏出秘密法宝 去腥增香粉 酌勤来一点 然后加宽水 开火先给它焯一下 我不知道这玩意能不能压得住啊 只能说先尝试尝试 撇一下浮沫 我的天水都变黑了 你想想这东西能有多厉害朋友们 就这玩意这样啊 我想不下猛料都不行了 还好我早有准备 先稍微给它清洗一下 然后二次下锅 调料就用上次我们烤猪蹄的那个调料 名字叫做麻辣老卤汁 那玩意是真好用 我这次特意买了一个商用装 大桶的勾用很久了 根据比例添加 但是不要倒太多 这个兔子饺实在太臭了啊 根本没有兔肉的那个味道 所以咱们来一点兔肉香膏 给它增一增香 酌性来一点不要太多 再来点兔肉香粉 进一步增香 这玩意同样倒一点点就行了 不要倒太多 太多容易倒帽子 然后我在买这个兔肉香膏的时候啊 里面正品有一个大壳香粉 你看看它给就给了这么一点点 我估计这个很厉害啊 咱也搞一点进去 然后来丢丢炒糖散儿 这个东西是给它上色用的 OK 架宽水 先大火烧开 水烧开咱们转个小火 然后给它慢卤一个小时 咱们这个浮沫给它再撇一下啊 又有这么多浮沫 这玩意真的是厉害啊 好 时间到了 朋友们 卤完以后就跟鸡爪一样啊 我的天哪 闻着是真香 但是我不确定它有没有肉啊 咱们先出锅吧 最后必不可少的 点缀一点迷人的小葱花 哇 真香啊 走 赶紧赶紧赶紧 来 飞哥 今天咱们吃个鸡 鸡 鸡爪 你这个鸡爪长得不一般呢 不过确实这个玩意 猛一看的话 确实很吓人呢 很吓人是吧 是啊 这兔子不讲卫生啊 指甲都不紧 你这不知道这兔子脚有多臭 来 尝啊 今天我可真是下了猛料了 你知道吧 这玩意儿 不像猛料一压得住吗 嗯 味道还可以啊 这是卤猪蹄那个味儿吗 不是 羊蹄 羊蹄也不是 鸡爪 鸡爪也不是 它这个外面这个皮像羊蹄 但是里面的肉像鸡爪 不像鸡爪 但是肉不多呀 那没办法这个很便宜啊 我还是做了一半的 这一半才四十多块钱 来 我尝尝我看好吃吧 这底下这个爪子部位就有一点不太好看啊 我就不露出来了 哇 很软烂 确实软烂 但真的没什么肉啊 好辣 我这是麻辣羊蹄这个 羊蹄 不是 现在是自己都不想承认这玩意儿是 吃的味道真的口感很像羊蹄 所以我就不自觉地说出来了 没了多少肉 怪不得现在吃兔子的都把这玩意儿给嘎掉了 哦 他们是嘎掉了然后 对啊 因为这玩意儿确实没人吃啊 也就你买来吃的 如果是这个东西它很少有人做 嗯 肉太少 你想想你四十块钱买五银 八十块钱买十银 你想想这玩意儿有人要吗 没有肉你知道吗 全是皮没肉 估计你买的店都是月销一被你买的 不是不是 很多人买 我觉得你可能是把它当成了那个 哺乳动物的爪子才看待你知道吧 你如果把它想像是鸡爪 是不是 这比鸡爪肉多吧 没有鸡爪肉多呀 你不要乱说呀 真没鸡爪肉多呀 鸡爪肉比他多 就皮多 没肉 皮包骨 真的好像也是啊 别看它这里肉骨骨的哈 就完没成小皮 就没了 可能就是爪子上面这一点点肉 就那个肉垫的部位 然后就没了 我还是觉得就当成鸡爪去说就行了 嗯 你说是没有鸡爪肉多 那价不住这东西多吗 那鸡爪很贵的 飞哥 我得到 是吧 这就是鸡爪的平地 我还留下五斤 你改天你研究研究 我这是卤的嘛 你改天做个干锅的 行吧 这样 你做干锅的 拿那个干辣椒给它画画画的一下 我就又是全新的体验 因为这个肉呢是比较软烂的 你如果做成干锅了 它就是手撕的那个感觉 是吧 我先拿水 你看看这 就这 这个红色的这个 就还是有肉的 只是不多而已 价不住这个多嘛 对吧 分量多 有的时候也不是价格上去了 东西就好 那量上去了 啊飞哥 记住你现在说的话 行啦 等会儿留点给小舅子吃吧 他不是最喜欢从骨头里找肉吃吗 对啊 他最喜欢吃辣 好朋友们 咱们本期视频呢就道理结束啊 总结起来这个味道确实可以 但是得下猛料 因为正常人如果在家做的话 我觉得可能不好去做 这可能也是大部分人不会买它的原因 加上就是可能肉特别少 就也你放在叶子上面也没什么市场 除非说你卖的便宜啊 诶 改天可以摆得看 让小舅子去摆给他试一下 五块钱一斤算了 五块钱一斤 赔个本吧 就赔个本吧 这玩意不然你这卖不出去 那我还不如不做呢 赔本转腰了嘛 你可以当个 买一斤猪蹄送一斤这个 有市场啊 有市场 那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记点个赞 支持一波 我是很好兄弟 下一节目再见 拜拜